在去年10月11月 跟他同期有另外一支叫00934 是中性高成长的ETF 是中性投信发的 那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 你看00934中性 他到现在都还没有配息 因为00934有说 现在台股就还没有到配息的季节 如果还没有配息的季节 他是要拿什么出来配 难道是拿那个评准金出来配吗 所以00934就说 我配息的日子是到7月才要配 其他的这个绩效 目前从去年10月底到现在是30.67% 我觉得他的绩效真是超棒的 也有三成左右 那他的股价还蛮高的 从15块的发行下来到现在已经19.6元了 他的资产规模大概是快百亿 98.44亿 而他的受益人数有55936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说 其实他这个00934跟00936 两个有一个相同的共通点就是 他们的资产规模 基金规模都不大 都在百亿以内 那人数也就是3万5万多 但是他们两个绩效倒是很像 如果大家把这个00936呢 把他三次的配股配息 他这三次4月5月跟6月 配起来总共是0.52 你加上去 18.91加0.52 是不是跟19.6很像 所以这两支呢 真的他们的绩效都很好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0946啊 这很多人在敲玩 因为很多人在留言说 老师你都一直介绍00940 你为什么不介绍00946 我觉得00946很棒 我自己都觉得很棒 那我们来看一下00946的绩效 他的受益人数 跟这个00934呢 很类似哦 那他也是做科技股的这个 高息成长指数去follow 那我觉得00946 他蛮不错的就是什么 他知道这个小资族就是 投资朋友们呢 喜欢00940 发行价10块 他也是发行价10块 那我们来看权益证券 他现在来到10.41 他今天涨特的也特别多 他来到10.41块钱哦 那他目前的绩效 还是挣了4.10%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礼拜 他发行已经三个礼拜了 快一个月 他的绩效有4.1% 他预计是7月要配息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7月真的是强强棍 从00934 00939 00940 跟00946 都是7月配息哦 所以在这个绩效方面 我们只能从这个 股价的这个绩效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00946 他的成分股 我觉得都很棒哎 有我跟单打电展很爱的鸿海 因为我们有做过一集嘛 就是这个全职股哦 好就可以把台股 带上这个2万2千 我今天台股也差一点上2万2千 鸿海也大涨 联发科也大涨 联永 日月光 联电 瑞玉 世界先进 瑞宜 汉唐 唐利成 来 当然店长 那00946 这10档你有认识的有几档 都听过哎 都听过 哎真的哦 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月月配呢哎虽然月月配都很好哦 都是ETF 但月配的成分股还是有不一样 那00946主要是锁定呢台股市场中的科技产业 他并结合了流动财务 还有外资认可选出50档最棒的股票哦 所以呢哎真的很多人都会去想说去 买这个00946而且他现在的股价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还低啦 那现在10.41元我今天我看一下缩盘价 对是没有错10.41 所以大家现在买他还是算便宜 他七月份会配股配息哦 那00929呢哎他月月配真的是稳稳的冠军 到现在我还是选他做冠军啊 因为他是唯一有一年的实际记录的 哎戴亚店长你刚才说你要多观察久一点 要久到多久呢 嗯我上次买00929是观察了大概八九个月之后 哦你观察了八九个月 八九个月才慢慢的加码不是一次就买 哦我觉得他这样很好就是分散风险 因为有时候你一次丢进去就会变成什么 哎如果就买贵就风险很高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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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